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9年遭同胞射杀身亡 一度震惊香港 任达华的哥哥任达柔 曾是香港警务处副处长 不但是香港警戒的第二把交椅 还传出他是当时唯一 能够直接调动飞舞队的人 也凸显任达华和港警的关系深厚 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决人感 还有一个很大的虚拟感 对不起 请问现在几点钟 2点15分 虽然曾在电影中遭人暗犯刺杀 但现实生活 任达华可是黑道碰不得的人 网络还曾流传 天王刘德华 在中国东北演出时碰到麻烦 还得靠任达华出面才能脱身 任达华自己在娱乐圈的事 从来都没有劳烦过哥哥 反而总是因为别人的事 去求哥哥帮忙 独特背景的任达华 在龙蛇杂鼠的香港演艺圈 树立不同地位 但真妖避免血光之灾 还是得小心为上 三点新闻 关注报道 关注报道